各位嘉賓大家午安大家好 非常歡迎大家參加由財訊雙周刊所主辦 台灣證券交易所合辦的防堵投資詐騙 保障財富正向增值反詐騙投資論壇 特別為各位介紹證交所推出五滴反詐行動 用五個don't來提醒民眾不接陌生來電 不點未知連結 不聽投資名牌 不怕莫名威脅 不給個人資料 希望讓大家都可以自然反射出 對於詐騙的懷疑以及警覺 保護好自己的財產安全 今天這個題目其實是打炸了 那五滴反詐行動 那五個鋼齡大家還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我想投資的事情啊 各位一定要永遠記得 投資一定要靠自己 而且要讓自己弄懂才能投資 你千萬不要說你弄一輩子在買賣股票 結果那一家公司在做什麼你都不知道 那個時候就投資金出去給別人看 最近發生很多事 從7、8、9到10月 第一個 日本銀行突然有一天宣布升息 對不對 那一升息的時候 日經指數那天跌4451點 日本震盪結束以後 換到中國 中國降準0.5% 那降準0.5%之後呢 全世界都在看中國 為什麼在中國的國慶日前夕一個禮拜 升進上海香港 不斷的大漲 漲到時候大家都歡天喜地 我記得啊 10月8號中國11長假之後第一天 然後呢中國那個首席經濟學家 恒大的首席經濟學家叫任哲平 他在微博上寫了一條 他說開盤集收盤 他說開盤全部漲停盤五分鐘之內 你都買不到 結果那一天開高走低 從此以後呢 中國的股市再也沒有高點 那代表什麼意思呢 市場在過度樂觀的時候呢 會把股價炒得過高 在過度悲觀的時候呢 又會殺得過低 那如何保持平常心 要冷靜的態度呢 去研究個別公司啊 這點今天我特別跟大家講 我今天一開始 先來跟大家把最近的國際情勢 沙盤推演一下 金融市場巨變的時代 各位要出到幾個變數 第一個呢日元 第二個 各位要出到美元的走勢 再來第三個呢 現在債券殖利率很重要 債券殖利率的變化呢 也影響大局 我們來看一下 在日本今年的 掀開這個回合的 金融市場的變化裡面 是日本銀行宣佈升息 入園對日本經濟非常重要 為什麼 日本經濟自己慢慢好轉了 好轉以後呢 日本會考慮升息 但是日本升息呢 又會撞擊到日元的走向 那日元升太多呢 對日本是不好的 所以這個時候呢 日本政府開始要調整 你知道那個股價跌下去之後呢 岸田文雄宣佈 不再連任 所以這一次啊 石破茂出來 那石破茂當選的第一天啊 日經指數呢 跌了19001點 這個大跌19001點的時候 日元升到142.09 為什麼呢 石破茂跟安倍 他的路線是不一樣的 安倍主張寬鬆貨幣政策 但石破茂呢 他贊成要緊縮 所以他一當選的時候呢 日本股市就給他一個回馬槍 所以他趕快講說 日本還是要持續寬鬆貨幣政策 那石破茂當選以後呢 大家可以看到未來的走向 日元的走向決定日本股市的融合 那這當中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日本的十年公債殖利率 你知道 當日本公債殖利率到一趴 十年債到一趴的時候呢 為什麼日本股市會大跌 在做利差交易 為什麼 過去有很長時間 全世界都在借很低的日幣 為什麼 利率很低的日幣 因為借日元幾乎不要利息 所以利差交易呢 借了日幣之後呢 再把日元換成其他的貨幣 去投資其他的標定 利差交易平倉的效應 也造成日本股市大跌 那美國的衰退的陰影 這個大家可以稍微參考一下 你可以慢慢顯示 這個叫做薩姆法則 就是現在市場公佈的就業人數 低於市場意期 美國現在在衰退跟不衰退當中 在擺盪 但是美國沒有那麼壞 大家可以看到 美國在9月18號降息 兩馬 你剛才降息兩馬 美國股市反而上漲 本來大家一起降一馬 但是降兩馬以後呢 它也催促中國人行 因為 美國利率越高 中國壓力越大 美國9月18號降息之後呢 中國在9月24號立刻採取行動 採取行動之後呢 這個緩彈就出來了 這個緩彈出來之後呢 叫做超級無敵組合權 它總共放水 放8千億人民幣救市 然後呢 包括七天期的回購利率 包括銀行把房貸利率要收小 這個目標啊 在救股市跟救房市 但是 我想 中國的調整 這一次只能算是一個反彈逃命破 要有太大的作為不太容易 詐騙手法的眼鏡來講 其實它運用不同的科技工具 但是 其實我們其中可以觀察到說 他們其實有一個模式 其實是比較固定的 它的模式是怎樣 就是說 它可能會先用你 也許過去是用人的接觸 那後來是用廣告的接觸 通信上面的接觸 然後吸引到 可能是有一個 也許是一個目標對象 然後它今天把你吸引到 某一個情境裡面 那以現在來講的話 那可能比如說 以這邊來看 可能你現在就是會在FB上面 看到一個廣告說 你可以來去做投資 那它今天可能會邀請你 加入到一個群組 那它一旦邀請到你 加入到這個群組的時候 其實你就會發現 其實 最早去做所謂的 這個我們講 沉浸式的行銷 其實就是詐騙集團 那它其實就是把你 邀到這個群組裡面之後 其實 你也許會看到裡面 很多的學長姐都說 我在這個群組裡面獲利多少 或是怎樣怎樣 但是其實我們都知道 裡面可能有100個群組裡面 可能也許裡面有99個 可能都是機器人帳號 他們都是配合這些 那些詐騙集團裡面 就是去呼應它的說法 然後讓你一直在這個群組裡面 一直沉浸在這個情境裡面 一直覺得說 這一個是可靠的可信的 那最後就會不小心 就是會陸入到 詐騙集團最後的一個情境裡面去 幾乎97%的廣告 它的刊登其實不到兩天 因為對它來講 它就是要第一時間的接觸 它一旦如果時間久了 它就知道說 在後面再接觸到 可能校園也不知道 對它來講成本也增加 我們目前能夠做的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說 如何使大家 在第一時間 在盡量去減少 這樣接觸這樣一個廣告 所以這個是目前我們 社會產業署在努力的 其中一個工作 那因為最常大家會接觸到 就是臉書上面這些廣告 那這個時候其實你們可以 去點到這個廣告 它本身這個粉絲專頁裡面 可以去做一些觀察 比如說以最左邊來講 其實這些粉絲專頁 它常常會 依據說它現在的目標是什麼 可能是跟所謂的醫療有關 你就會看到它這個粉絲專頁 它可能上面就會寫說 什麼某某醫生 或是什麼什麼之類的 可是如果說過了一兩個禮拜 他們今天可能要轉換 某種情境 他今天可能是要 比如說他可能是要做 房地產投資 你就會看到他 粉絲專頁又會改個名字 所以你在進去到 他粉絲專頁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去觀察 就是說他改名的這個情形 常常會跳很多 甚至有時候 比如說像他是騙帳號的 那你就看到說這個名字 可能原本是 什麼東南亞的一個國籍 可是名字突然改成中文的 那這時候其實大家就可以 有些警覺 那另外一種的話 其實就是說他們 另外一個方式就是 像剛剛講的就是說 他們會在貼文裡面去 在這個廣告下面 會用不同的 這個機器人帳號去留言 銀杖好像就是說 這個議題很熱鬧 很多人都在關注這個議題 其實這是在兩則 完全不同性質的廣告裡面 你會看到相同的帳號 用相同的留言 因為他就是用機器人 針對他們 所設定的廣告 然後這樣一直去做留言 那另外一種方式 他為了要營造這個 可能在網路上 可能在社群平台上面 這個議題的熱度 他會用不同的帳號 去複製 可能很類似的貼文 而目前我們政府 在所謂的整個國家打炸部分 我們大概是做了哪些工作 事實上我們分成了 四個面向的工作 從市炸 賭炸 主炸 然後到城炸 我們就發布 在打炸綱01.5 從去年所負責的工作的部分 比較負責的是 有關產業面向的 就是在主炸面的部分 就是防止所謂的第三方支付詐騙 那在第四點的部分 就是防止遊戲點數詐騙 然後還有在賭炸面向的部分 我們就是負責有關電商的這一塊 我們在書發部 我們這邊的話 我們主要是透過產業的面向 希望能夠從源頭 去做一個防止詐騙發生的工作 因為我們書發部 目前政府各部門的立場 其實事實上 我們也知道就是說 因為所謂的整個詐騙集團 其實它是一個 我們必須講它 是一個很完整的產業鏈 那如果說今天政府部門 我們還是用過去的方式 就是說 純粹是用所謂的法令 規定說 你產業應該做什麼 你誰應該配合做什麼 如果用這樣的方式 我相信我們一定 沒有辦法去對抗整個 已經有完整產業鏈分工的 這個詐騙集團 那所以我們書發部在這裡 我們所採用的方式是什麼 我們是採用了所謂的 公私合力的方式 而不是只是說 如果說今天如果只是說 單純用所謂的法條 要去限制這些產業 應該要做什麼 這個部分的話 我相信一定是四倍公辦 那所以我們現在很 在所謂的公私協力部分 其實我們很希望做到一件事情 就是如何去協助產業 能夠利用一些科技工具 然後讓企業本身能夠提升 自己的這個防炸能力 那同時也讓這些企業 盡量不要備用做所謂的 詐騙集團的這些 這些科技工具 我們接下來請我們林書立科長 用個案來做沙盤推演 然後這個個案所透露的信息 我想今天對我們來參加的這個 我們觀眾可能會有實質的效果 好不好 現在最新流行的是 我這邊是埔里郵局 陳先生抱歉 你這個有一個人拿著你的雙證件 要來這邊開戶 請問一下這個真的是你本人嗎 有點怪怪的 接下來你有聽到郵局的這個叫號聲音 櫃台的服務聲音 他說沒有沒有沒有 我的雙證件明明就好 可是有人拿你的雙證件在這邊 那個黃先生 黃專員趕快 那個人可能是有問題 趕快担著他 接下來你就聽到 郵局噴噴噴噴 然後聽到有人跑出去的事情 陳先生很嚴重 有人拿著你的雙證件在冒名 那我們已經通報金管會了 那接下來我不能夠幫忙你的 然後接下來 不然我介紹金管會的人幫你處理 那金管會的人告訴你 你這個帳戶可能有被冒用的情形 這個非常的嚴重 他說沒有沒有我雙證件明明在我這裡 他說好那沒辦法 我鑽給警察了 接下來又有一個警察告訴你 我接到金管會電話說你可能涉嫌人頭帳戶 你是罪犯 你幫人家洗錢 沒有警察先生誤會 剛剛就已經講 是有人冒用我的雙證件 我說好我現在馬上要做筆錄 你30分鐘之內馬上過來 我在台北我正在參加財訓的論壇 我怎麼有時間下去呢 不管我就是30分鐘要做筆錄 如果沒有辦法30分鐘做筆錄 後果你致富 那你就緊張了 真的有人打電話告訴我 那個林科長那我現在怎麼辦 我說你當然是30分鐘之內趕不過去 我們警方就是為了要防止這種詐欺 所以我們一直沒有辦法再推視訊 這個視訊做筆錄 只要有人跟你說視訊做筆錄的一定是詐欺 這種視訊做筆錄的部分 現在是蔓延到全世界 第一個受害最嚴重的是日本 所以日本他是假的警察制服去幫他做筆錄 東南亞各國也是威脅 威脅海外的留學生你涉及到洗錢 所以你必須飛到新加坡或者是飛到泰國 由我們派在那邊的 中共派在那邊泰國的聯絡官幫你做筆錄等等 那反正這是一個警察的角色 那做完筆錄之後 接下來又有銀行監管的人 那你必須先把你的帳戶 通通就送到法院這邊來監管 法院要監管你的帳戶 一定不會先通知你 為什麼 通知你你就脫產了 所以告訴你要監管你帳戶的 那也一定是假的 因為要監管你帳戶不會告訴你 好吧 那陳先生這樣子好了 那我們跟你核對一下基本資料 核對基本資料這應該是真的了吧 請問一下你的電話是不是 0918777565 他說對啊 沒有錯 那你的名字可以跟我再確認一下 天啊 他剛剛就是打你那支電話進來的 他用電話號碼跟你確認 當然是正確的 所以你被他騙了 所以你在一擊的時候你就沒有 接下來你的 他再從你的一言一語 再慢慢的把你的資訊給拼湊下來 所以他就是讓你一直處在很急的狀況 所以有時候要避免你自己被詐騙 你要把你的手機放下來離開你 超過30秒稍微再想一下 不要網路上或者是陌生人 告訴你什麼事情的時候 你就一直乖乖的聽著他的話在處理 這個是目前最近這一兩個月 一直在發生的 那也很抱歉把埔里郵局講出來 其實跟埔里郵局一點關係都沒有 不要去就責埔里郵局 避免民眾被騙的方式 其實主要的你看我們這邊五滴都已經寫出來了 不要隨便的加入不知道的連結 這個是各種詐欺都會用到的 那不要相信網友告訴你的陌生來電 詐騙他會從你的個資開始來講起 所以不要隨便提供個資 那也不要聽人家的投資名牌 投資名牌現在騙你大概有三種 我是跟大戶很好 所以大戶的資料我都會知道 所以你跟著我一起走的話 你就跟大戶一樣 沒有這回事 那第二個是我的AI技術特別好 所以我會AI選股 AI雖然很好 但是AI還必須要有人來帶 所以這個部分 如果有人跟你說他可以AI選股 那也一定是詐欺 依照目前台灣的洗錢防治法 還有相關規定的你的任何投資 都不可能是現金這樣子收錢的 所以只要有道府收款的 那一定是詐欺 所以你的周圍朋友如果說要去哪裡 我要去超商等著人家來收錢 趕快阻止他 他快要被詐騙了 還有道府的避傷也是一樣 你想買數位貨幣 可是因為你不懂 所以他派人來教你 這種來教你的數位貨幣 他都讓你買第一次 但是你一定一次也學不會 接下來說 那你錢給我 我幫你來負責處理 所以你第一次買到的是真的數位貨幣 可是電子錢包帳號密碼給他 電子錢包的帳號密碼給他 就像你的錢包給了人家 其實都不在你的控制範圍之內 那目前最新的生態就是 我們跟詐欺的作戰 這個已經從過去到現在 然後又開始分岔路 往上到數位貨幣 過去數位貨幣只是這個洗錢的端末 可是現在變成也是這個詐欺的方向之一 那另外取錢的部分 這個也要拜託大家 特別注意自己的周遭的親朋好友 如果遇到情形的時候 趕快緊急 如果是他已經要去交款了 那這個時候要打110 我們民眾其實就是像剛剛 我們這個社長所講的一樣 都會認為這個沒事 就是不要去犯罰戶 不要找警察 其實現在警察都是隨時在等著服務你 那你如果不方便 真的覺得不想找我們警察 那沒關係 各個金融機構 或者是甚至書發部 這個都有平台可以讓大家來詢問 再次拜託大家 謝謝 我們要請GoGoLuke那個 我們高歐總監來跟大家談一下 GoGoLuke的角色 在台灣其實很多人還不認識你們 你利用這個機會 今天介紹你們的公司 還有一個 你們在國際打炸平台當中你們的角色 好不好 這個詐騙議題它是一個全球的題目 它不是一個區域性題目 那各個國家其實它都有不同的太樣 詐騙太樣 這樣跟大家討論是說立法趨勢 立法趨勢是這樣 就是其實其他歐美先進的國家 甚至像新加坡 他們立了一個很嚴峻的法令 這個法令叫做共同承擔責任法 這樣子 意思就是說 他們會要求他們的監管單位 監管局監管會 要求他們的銀行 或者是這種金流 或者是放行的這些 有共同擔責的機構要共同賠錢 那這件事一出來大家就跳腳了 哇這件事 因為這個法很嚴肅喔 就是說假設我被騙了一百萬 那銀行要幫我賠五十萬 這件事情一出來 這個所有的業者就跳腳 但是最後結論是這樣 英國已經試行了 新加坡也開始了 所以接下來台灣的金管會 大家開始在看著這些事情 怎麼去進到我們這個台灣 因為其實一旦這個進到這個機構 所有的業者 企業到政府的這個組織 大家都會更重視一件事就是 打炸 就是說怎麼防炸 賭炸 施炸 去協助這個保護我們所有的國民的這個 財產安全 所以這個是一個國外的立法趨勢 跟各位先進同仁做個分享 好那最後我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們其實跟幾個海外大頭 有一起在運營一個組織 叫做GASA 我們跟Google Facebook 就現在叫Meta 然後還有這個Amazon 這樣的幾個大頭 我們一起倡議一個叫做 全球反炸聯盟 那我們是今年正式把它接引進來亞洲 下禮拜五我們會在新加坡辦高峰論壇 11月在美國 所以我們其實我們在做這件事情 其實也努力的希望可以造福亞洲的這個 不同國家的這個詐騙的一個 比較高風險的地區 因為我們做電話做了10年以上 所以電話號碼的辨識率在台灣是99.7% 那這個事情台灣這電話號碼做完之後 第二步就是做簡訊 所以電話完 因為很多大家會說什麼 我是富邦的這個理財專員 我是國泰理專的 這種簡訊 這是第二步 所以電話防堵完之後防堵簡訊 簡訊完之後下一步是網址網域 網址網域就是他們會開很多假網站 那個假網站它就是 其實你會以為說是台電公司跟你說 你這期電費沒繳要去繳 所以你就打上你的扣款信用卡資訊 但你就被刷了一個8萬塊的一個 阿布達比的一個套房 因為那個可能它就是一個那個飯店網站 它只是架了一個皮上面 讓你以為是台電 可是那實際上是詐騙 OK 那這個是網址網域 所以我們要抓那種風險網址網域 因為大家有sense的人都知道 金融業不會傳簡訊 叫你去點開一個連結 這個是被禁止的 可是現在很多還是有些 就是長輩或者是不清楚金融業的原則的人 他還是會去點 所以這個我們就要在裡面去做保護 所以我們也跟這些網管單位去合作說 真的踩到了一些風險網站的時候 要警示給說 小心造訪這個有問題 這個網站是有問題 這個科技一定要去做到這件事 所以這是第三個 那第四個我覺得我們要 最近我們在研發一個AI 要更直覺的讓民眾直接受到保護 OK 因為很多長輩都用過我們的美育儀 就是事實查核 冬天不能喝冰水 吃香腸不能配養樂多 這樣的一個 這個很基本 那我們可不可以用人民更直覺的方式 知道詐騙 所以其實大家如果打開我們的Who's Code App 這最新的功能在上禮拜上線 叫做AI Content Checker 內容偵查 什麼意思 我以後假設我今天在我的Line上面 有一個朋友給我的一段話 我不知道是真是假 那我要怎麼做 我就做截圖 好 截了圖對不對 截了圖之後 我就直接在我的Content Checker上面 直接上傳 上傳完之後 我們就用大語言模型 去算我們 用我們的AI算力 直接告訴你說 我們有沒有比對 從我們Database比對到 類似的太樣 我告訴你 這是不是有詐騙的風險存在 有沒有其他人的舉報 這是一個風險 讓民眾更直覺 就是也不用再反查了 就直接截圖 我就直接問 這樣子其實是一個做法 當然一定還有新的一些更好的做法 所以我們繼續努力 請孫副總來跟大家談談 凱基如何在目前這種證券詐騙當中 你們的打詐行動有哪一些 其實我們從兩三年前就接觸到非常多一些客戶疑似被詐騙 所以凱基證券這幾年 一直覺得要防堵這些詐騙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就是用科技來防止科技詐騙 用AI來防止AI詐騙 在科技詐騙的防堵上面 我們做了很多投入 我們現在已經跟全世界非常致名的 RSA的這樣子的一個系統在合作 可是它有它的優點 它有它對於台灣市場可能有的漏洞 所以我們還要再找國內的優秀廠商 例如像GoGoLook 這個可能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合作廠商 我想在科技的防詐上面 是在防詐的先前指標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然後第二個是我覺得更重要的就是 我們對於這些防詐的打詐的這些宣導 無論是對投資人對我們的從業人員 我覺得這都是我們非常重要的一個東西 就是希望所有的投資人能夠了解到這些詐騙形態 還有它日益翻新的手法 然後第三個也是我們很在意的就是 全台灣有非常非常多的金融行業 證券行業 銀行行業的這些從業人員 其實從業人員的第一線的把關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們凱基證券除了剛剛做的這些東西之外 那我們也成立了反詐騙的大使 跟各位分享一個實際的一個狀況 這個發生在我們南部 在我們的南部 我們有一個客戶他其實他沒有年紀很大 然後他在有一天他突然把他的一些 因為他是退休族 所以他是靠領利息的 那他把他的這些領利息的這些股票 在一天全部賣完 那金額不多大概兩百萬台幣左右 那他賣完了之後呢 那業務同仁因為跟他很熟了 業務同仁就問他 你怎麼會想要把這些領息的這些股票都賣掉 他說我另有運用 我不告訴你 那因為這個客戶就開始變得比較 不太願意說 我們的同仁就警覺到 有問題 所以他就再多次的詢問 那個客戶就告訴他說 有人告訴他 他用科技抽到了 即將在下個禮拜 要抽籤的某一個股票 那這個抽籤的股票有很大的價差 所以他需要400萬去買這些抽籤到的股票 他說他可以配到50張 所以他的錢不夠 所以他必須要來賣股票 這很明顯的就是一個詐騙 為什麼 因為大家很清楚 台灣市場的初次發行股票上市的公開抽籤 多半是一張兩張 最多十張 沒有看到有這麼多 而且沒有所謂的科技能夠打破主管機關 對於這個抽籤的公平性的這個問題 所以很明顯他是詐騙 可是怎麼跟客人講 他都不聽 因為他認為 他的朋友是不會騙他的 其實那個他的朋友是 後來查證 他是在line上面 他的朋友的line被人家盜用 然後用AI的方式跟他互動 他認為他是他的朋友 然後我們後來怎麼辦 我們後來就是透過165和高雄市警察局 然後來埋伏 然後後來有不但是成功攔住那個錢 而且也抓到了那個車手 以及反詐騙集團的人 後來高雄市警察局 還針對這件事情表揚我們 那我要講這件事情是說 其實業務同仁 就是第一線業務同仁的這個敏感度 其實對於整個房詐騙是一個很重要的 除了客戶要把關之外 金融行業也要做很重要的這樣子的事情 那大部分的金融從業人員會認為 詐騙是警察的事情 是政府的事情 不是金融從業人員的事情 可是凱基證券認為就是 其實金融從業最重要的就是信任兩個字 所以我們要讓我們的客戶能夠信任凱基證券 信任我們的夥伴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成立這樣子的房詐大使 那房詐大使的重要的部分就是 他們都是每一個我們營業據點的一個種子人員 那這個種子人員要扮演的角色 除了自己要針對自己的客戶 提高所有的警覺之外 他也要在分公司在營業據點 推動這個防詐的概念 防詐的太陽以及防詐的一些科技 這個我想是我們最重要的一個工具 那我希望我們用這樣子的一些手段 包含我們的人員 包含我們的科技 包含我們的防堵 包含我們的訓練 能夠讓所有的投資朋友 能夠相信凱基證券 相信凱基金控 我想這是我們最大的事情 我們希望對方為... 我們別繼續預算 我們三個月 oli訓練 教